亲爱的同工,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是高百科牧师 今天我们来设想一段 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就是耶稣基督的福士 传道,赶鬼,跟一病 耶稣基督的福士 传道,赶鬼,和一病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我们带着极其感恩的心 来仰望祢 主啊,祝我们赞美祢 因为祢是佩德送赞的 主啊,我们爱祢 因为祢是我们的救众 祢是我们的恩众 祢是我们的王 祢是我们的天父 主啊,祢的众百姓 祢的众儿女们 主,我们需要祢 主,我们渴慕祢 我们仰望祢 求祢亲自对我们说话 帮助我们 保守我们 一下子 我们在祢的面前 来仰望祢 祈求祷告 是奉靠主 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为什么我们这段时间呢 要来讲耶稣基督的福事呢 因为我深深地想到 2018年开始 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 耶稣基督的门徒 最重要的是 要先认识我们的老师 因为认识我们的老师 很清楚地看见 祂的榜样 而且祂道成肉身 成了一个天国的生命 来到人世间 成为一个人的样子 但是呢 却展现了一个最好的典范 就是一个模范跟榜样 让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 可以看到 虽然祂道成肉身 但是也让我们知道 肉身的人 如何因着神的道 因着耶稣基督 祂圣灵的生命 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这个人 可以焕然一新 有耶稣基督的样式 让我们可以效法基督 可以学习祂的样式 不只是在今生的学习 也在今生我们的跟随 到这个世界末了 也一直到我们将来 离开这个肉身 以后我们的灵魂 回到主那里去 而且呢 耶稣基督还要赏赐 给我们一个复活的新身体 要迎接带领我们 进入到新天新地 在天国 在天堂 在神的家 在那个地方延续 一直到永永永远 所以呢 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变成 天国的国民 那所以 耶稣基督 祂是天国的王 道成肉身来到 我们所在的这个人世间 却把天国的国民 的一个生命 的形态 还有呢 那个生命的 生活的一个展现 来彰显 那我们从耶稣的身上 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未来 那所以 来了解一下 耶稣基督 祂的所有的一切 是非常的重要 那在我自己 服侍的这个教会里面 我们从路加福音开始 能够先讲到 耶稣基督的降生 耶稣基督的家谱 然后呢 还有那个 耶稣基督 祂受洗受试探 那这个礼拜呢 我们就讲到 接下来 耶稣 胜过了试探之后 满有圣灵的能力 开始 从加利利开始 来传福音 来传道 的一个起点 今天我们就打开 路加福音的 第四章 第十六节开始 到四十四节 我们来看 这一段的经文 耶稣来到 纳撒勒 就是祂长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 照祂平常的规矩 进了会堂 站起来 要念圣经 而耶稣呢 祂也被称为 叫做纳撒勒人 耶稣 所以 当 后来祂的门徒呢 要奉住 耶稣基督的名 一并赶归的时候 他说 我奉耶稣的名 谁说 哪一位耶稣呢 这在哪里的耶稣呢 耶稣是谁呢 他们就加了一句 纳撒勒人 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起来 行走 那个缺退的人 就跳起来 行走着 跳跃着 来赞美神 所以 纳撒勒人 耶稣 也就是 祂长大的地方 叫做纳撒勒 所以呢 耶稣开始服事呢 就是从祂长大的地方开始 为什么呢 因为 免得人家说 我们舍尽求远 很多的时候 我们 愿意服事 我们愿意穿风 做写证 或者是分享一些好处 但是呢 有一些人呢 很奇怪哦 他们对外面的朋友 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或者是外面 社会上的 这一些 其他的 交往的人士呢 非常的热情 但是对 自己家里面的人 最亲近的人 却非常的冷漠 所以有的传道人呢 他非常爱 外面的这一些弟兄姐妹 但是呢 对自己的妻子 儿女 却很忽略 或是对 他自己的 长辈 父母亲 常常 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 那这个就是一个 亏欠 我们从耶稣的身上 可以看见 他传福音 他 开始服事 就是从他长大的地方 来出发 也就是 一个 孕育他长大的 跟他最亲近的 跟他最有地缘关系 然后血缘关系的 一个地点 从那个地方出发 那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 耶稣所给我们的一个 很好的榜样 那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来看到 这个当时发生了一个 什么事情呢 当时发生了很奇妙的事情 先知以赛亚书 所写的一段 关乎弥赛亚 耶稣基督的预言 是在大概主耶稣基督之前 他还没有出生以前 大概600到800年当中 6700年当中 所写下来的一段预言 那当时呢 你可以看到 在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以前 所有的人 读到以赛亚先知 所写的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他们就是带着一个 什么样的心情呢 他们在研究 他们在思想 他们在考察 将来有一位 弥赛亚救世主 他会来到人世间 那他来的时候呢 他要做什么 然后呢 他来的时候呢 神的灵会在他的身上 然后会高 用圣高油来高他 然后叫他开始 揭开整个人类命运 反转的一个福音 一个恩典的时代 那所以很多人就在研究 所以教导 许多的犹太人 在旧约的时候 先来了解 预备迎接这位弥赛亚 所以当他们 文士 或者是祭司 在教导 这些百姓的时候 当他们读 以赛亚书的时候 都是读完了圣经以后 然后呢 就开始讲解 讲解呢 让大家在那边 思想探讨 然后预备自己 来迎接主 但是呢 你会发现很奇妙 神在做事 就是配套的 这一天呢 当耶稣基督 他开始服事的时候 他进 在安息日 进到会堂 然后呢 有人就 按照平常的规矩说 来 你来帮我们念圣经 然后呢 执事呢 就把先知以赛亚书 交给他 然后呢 从以赛亚书 一打开 上面就有一段的经文 跳出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耶稣基督 就直接 把这一段经文 念出来 而念出来的时候 奇妙的事情 就发生了 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 我们这个 叫做 道成肉身的道 或者是神的道 生命之道 的这个道 有两个 在这个希腊文里面 有两个字 都是讲道 那一个字 叫做 罗格斯 一个叫做 瑞玛 罗格斯 也是讲道 瑞玛 也是指着道 但是呢 都是讲 神道 但是这个 两个道呢 却有一点点 不一样 罗格斯 讲的呢 是什么 是客观 的知识 然后瑞玛 讲的是什么 是主观的 一个经历 那这样子讲起来 大家可能会有点混淆 那不过我 如果换一个方式来讲 可能你就会马上了解 罗格斯呢 是指圣经的记载 他成为一个知识 放在那边 那瑞玛呢 就是神透过这一段话 直接 瑞玛就是神 透过这一段话 直接用来对人说话 对人说话 所以呢 在耶稣基督 还没有读这一段话语之前呢 这一段 以赛亚所讲的话 就是一个罗格斯 对他们来说 这是一个真理的知识 但是那一天呢 当耶稣基督拿起来 直接念这一段的时候 那一段话 成了瑞玛 成了瑞玛 假设了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有一个成语 叫做花言巧语 那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就知道 那是指一个人呢 他讲话不算话 而且讲很好听的话 但是根本就没有诚意 要来实现 好 那我们都知道了那一句话 那这个叫做 罗格斯 他就是一个 对那一句话的了解 但是如果有一天 我们当着面 我们遇到了一个人 那一个人呢 就完完全全就吻合 这一个形态的话 我们情不自禁指着他说 你这个人讲话 简直是花言巧语 就在那一刻 这一个罗格斯 就是说 这一个客观的知识 在我们的口中 对着这一个人 直接的用出来的时候 他就变成瑞玛了 好 所以呢 我们的信仰里面也是这样 我们需要神的道 放在那里 是具备的知识 但是我们需要去 经历神的道 让它成为我们生命当中 直接与神面对面 或者是与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直接联系关系的 那一个 就把那个道活出来的 那样子的一个 Rima 好 那我们现在就回过头 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好 那耶稣拿起这段 以赛亚书的预言 他就说 主的灵 当然他指的是上帝 神的灵 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 来高我 那这个高呢 是代表圣洁的高游 古代的国王呢 如果要高丽 新生王的话 他会涂抹香料 在他的头上 然后呢 这个香料涂抹了以后 满世都是芬芳 人闻了以后呢 就心中喜悦跟满座 然后就把荣耀归给他 然后他就被设立 被接纳 被认同 成为一个受高力的新生王 所以呢 这边讲到 主的灵在我的身上 神的圣灵降在我的身上 然后因为他用这个高来高我 然后高了我以后 给了我一个身份 给了我一个地位 叫我做什么呢 叫我来传福音 来传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要给贫穷的人 给那些软弱又虚压的人 然后呢 差遣我来报告 所有一切被掳的人 可以得释放 以前的被抓去 被抓去 失去自由的人 然后就像奴隶一样 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没有主权 没有自由的 你知道 耶稣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谁是被掳的呢 人们不是指战争失败被抓去 事实上不要以为 我们先听21世纪 好像大家都是自由的 不见得 有很多人是被捆绑的 被什么捆绑 被金钱所捆绑 被感情所捆绑 被罪恶所捆绑 被一些无知所捆绑 被一些悲逆所捆绑 被一些坏习惯所捆绑 有人被电脑游戏所捆绑 有人被酒精所捆绑 有人被赌博所捆绑 有人被色情所捆绑 有人是被种种种种的贪婪所捆绑 他知道那不好 但是他没有办法得释放 他在那个地方挣扎 最后只能承认自己转弱无力 这就是一个被掳的 但是耶稣说 我要告诉你们好消息 我来了 我要宣告 所有一些被任何形态被捆绑了 有的人是被魔鬼捆绑的 这一切 要因着我的来道 而得到释放 可以得到自由 所以有的人说 我有抽烟的自由 但是反过来说 事实上抽烟的人是最没有自由的 因为他一旦上了瘾以后 他只能不断地抽下去 我们不抽烟的人 反而才是真的自由 因为我们有不抽烟的自由 我们可以拒绝香烟的烟瘾的毒害 抽烟的人自以为自己有抽烟的自由 他却忘了他失去了不抽烟的自由 因为他已经被捆绑了 所以抽烟比较自由了 还是不抽烟比较自由 当然 当然是不抽烟的人比较自由了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会对罪 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有一个不同的解释 那这里还讲到瞎眼的得看见 瞎眼的不一定是指眼睛肉眼的瞎眼 也有一些是睁眼的瞎眼人 为什么呢 有的人睁开眼睛 但他想要得到什么答案 他想得到说 到底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生命的价值是什么 我从哪里来 我现在活着是为什么而活 而我将来要到哪里去 人世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恼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困难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软弱 然后人世间里面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冲突 然后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矛盾 然后我应该怎么去找到答案 我问这个人 我问那个人 我看这里 我看那里 结果看来看去 看来看去 找来找去 都找不到答案 这就是叫做睁着眼睛的瞎眼 因为哪怕他有眼睛可以看 但是他看不到答案 他找不到错路 他看来看去 只有两个字 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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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的绝望 好 所以呢 耶稣来 他也要帮助 叫那瞎眼的人 都看见 看见什么 哇 看到了错路了 看到了价值了 看到了意义了 看到了真理 所以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见着 我们没有人 可以到神那里去 到父那里去 所以耶稣就是真理 他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生命的意义 然后他也是我们人生的道路 所以耶稣说 我来了 要将那些瞎眼的得看见 眼睛瞎掉的可以看到 心眼瞎掉的 也可以开始 可以看见了 叫那个受压制的得自由 然后呢 报告神 悦纳人的喜年 所以这个意思呢 也就是说 神要给我们一个真正的自由 真理要带给我们自由 这个自由不是任意妄为的自由 这个自由是 我们不再需要受约束 一直无知 受着船头 或者受着很多人的传说 或者是习惯 或者是有一些人用一些特权 或者是人多 讲了就算数 今天神给我们知道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那个原则 他告诉我们了 那个我们就享受了一个 心里面真正的自由 因为我们自己可以判断 我们自己可以做决定 我们自己可以做选择了 因为以前呢 我们什么都无知的情况之下呢 只要人家说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但是从今以后 我们自己要做什么 是因为里面有圣灵的恩高 在光照我们 所以我们自己知道对跟错 我们也可以自己知道好跟坏 我们也自己知道 什么是和神心意的道路 所以我们可以决定 我们自己的意志力 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 然后呢 我们可以很自由地 来找到那个树林生命的通道 这个就是得到一个真正的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洗年 也就是耶稣基督要开始 叫人恢复与神之间和睦的关系 和好的关系 然后呢 神悦纳人的洗年 就是神给人有平安年 有祝福的年 有释放的年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与神同乐 与神同在的 一个重新被建立的一个年 好 这个就是洗年的意思 哇 当耶稣 讲完了这段话以后 所有的人 当时他们还没有理解过来 他们就认为说 啊 耶稣可能像以前的祭司 或者文士吧 他们的拉比叫法师 他们讲 一般的念完了经文以后啊 他们会有一段时间来讲解 来说明 但是耶稣呢 念完了这段话 就把书卷起来 那就交还指示 然后就走下来 全部会堂的人 都定心看着他 奇怪了 今天这个上台 来念读经的这一位 为什么没有跟我们讲到呢 经文读完了 就就就就就就就结束了吗 大家都不晓得 这是怎么一回事 结果呢 耶稣直接就对他们说 今天这段经文已经 应验在你们耳朵中了 事实上 根本不需要再经过解释 因为以前是还没有到 还没有出现 弥赛亚没有出现 所以你们要去研究 弥赛亚会在哪里 他是谁 他大概像什么样子 那他来的时候会怎么样 好 所以你们在研究这些 Logos 但是今天这个Logos 放在我的嘴巴 成为八百年前写下来的 一个剧本的台词 那今天这个剧 演到了这个地方 我就是这个主角 当我主角 上了这个舞台的时候 那个台词打开 我直接就念出来 那就是我应该讲的话 那就是我的角色 神所给我的指纹 还有给我放在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代 这个人类的时代当中 我所要讲的一段话语 所以他讲完了以后 他说不需要讲解了 所有的意义 已经都被我讲出来 而这个讲的人 就是你们要追求的 你们要认识的 那一位弥赛亚 已经来了 哇 这个时候 所有的人都觉得 好神奇哦 称赞他 你想的 很特别 而且很吸引他 口中所述的话 但是呢 后来呢 很多时候我们听神的话 你凭着心心听进去 是一回事 但是有的时候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属世的那种 心 会 有多想了一下 多想了一下 突然有人就说 哎不对啊 这 这不是弥赛亚 这是我们都认识的 谁啊 交头接耳之后 有人说 哎呀你们不懂了 我告诉你 他就是木匠 木匠的儿子啊 就是木匠 约瑟的儿子 他也是个小木匠啊 他从小到大 三十岁 到现在 都是一个木匠啊 他怎么会是弥赛亚呢 然后呢 耶稣这个时候 看着他们开始 交头接耳的时候 他们的信心 马上下沉 很多的时候啊 我们如果对一个人的背景很熟悉 就会越受到我们所已经熟悉了以后的那个肉身的关系所约束 跟牵绊 反倒呢 无法去体会 去了解神在他生命当中特别的一个托付 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啊 当一个人被神高声起来 被神抬举起来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 看不见那一块属灵的 神所给他的恩典 我们常常还是会停留在 哎呀 他小时候调背搞蛋啊 他以前也干过什么偷鸡摸口的事 他以前啊 也曾经啊 就是很落魄 很潦倒啊 或者是 他根本就是不配啊 就像很多人以为 保罗不配做使徒 因为他们说 以前的那个扫罗我认识 他曾经是逼迫基督徒了 他怎么有可能 变成一个圣徒 来服侍神 来讲道 来传福音 来带人信主呢 哎呀 他不配啦 所以很多很多的时候 我们会被这些事情 所约束所捆绑 所以呢 啊 耶稣看到这个时候 就提醒他们 就提醒他们 你们 会讽刺我说 如果你是医生 你就医你自己吧 往往很容易 先知 他是神的先知 但是他 在自己的本 家 本相的时候啊 因为当地的人呢 会因着他的背景 因着他过去的生存 把他定位 把他踏死在那个地方 把他框在那个地方 不愿意承认 天国的 啊 一个身份 好 所以呢 啊 就因为这样子 而嫌弃他 否认他 质疑他 拒绝他 好 耶稣就跟他们讲了一段 很严重的话 就在二十五节 啊 这边说 我对你们说实话 当以利亚的时候 天 密塞了三年零六个月 遍地有大进化 那时候 以色列有许多寡妇 以利亚没有奉差 往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去 只奉差往西顿 就是外邦 杀 勒法 的一个寡妇 那里去 啊 当时呢 饥荒来的时候啊 大家都没有分吃 然后呢 以利亚先知 神拆他到外邦的寡妇那里去 为什么去那里 因为 外邦的寡妇是很软弱的 但是这个寡妇 却愿意有这个爱心跟信心 来接待神的仆人 也就是 他相信神 他相信神的能力 他相信神的托付 他愿意 接待 神的死者 也就是接待神的 人 好 所以呢 在那个寡妇 呃 一定要到他那里去的时候 就特别呢 给了他的一个祝福 好 所以呢 在那个时候呢 油 是倒不进的 面 是吃不完的 好 在饥荒的时候 因着他 接待神的先知 所以 神也恩待了 祝福 寡妇 好 和他的孩子 那耶稣用这个比喻 来对他们说 你看 你看 当时 罗太人当中 有这么多的寡妇 却没有一个寡妇 经历这样的神经 跟怜悯 只有一个外邦的寡妇 因为 一样是寡妇 但是他是有信心的寡妇 而在 本地 本家 本乡的寡妇 他们却软弱到 没有 对神的一个 信心跟盼望 好 然后呢 先知 以利沙 也就是以利亚的 门徒 接续先知的时候 他说 当时 以色列当中 也有许多 长大麻风的 但是以利沙 去医治了 西利亚 也就是外邦国的 将军 乃曼 他因为 相信了 一个 他的小 是你的引导 听了以利沙的建议 在约旦河里面 洗了七次澡 洗到第六次 都还不够 第七次 一洗以后 浑身的大麻风 就得到洁净了 皮肤就像一个 婴孩一样 那么样的 稀嫩完美 所以你可以看见 这个 外邦的寡妇 就是最软弱的 最弱势的 最贫穷的 最无依无靠的 跟外邦的将军 也就是 在外邦当中 他最有权柄 最有能力的 但是 外邦的 最软弱的 到外邦的 最有权势的 都因为 他们有信心 都因为 他们愿意 接待 他们愿意 相信 愿意 相信主 以至于 他们得到了 神的选民 都没有得到的 应许跟祝福 所以 耶稣当时 讲这些话 后来 会堂里的人 听见都很生气 怒气满胸 我们可能很难去理解 为什么耶稣讲这个话 他们会生气 会激怒他们 因为 犹太人很骄傲 他们只认为是选民 那外邦人 都没有被拣选 所以外邦人 在犹太人的眼中 看 就像狗一样 就像是禽兽一样 但是 耶稣讲这个话 对他们说 你们 神的道理 道理 你们 却 笔上不足 笔下 也没有余 你们 看外邦人 像狗 现在 我看你们 简直比狗 都还不如 因为 外邦的寡妇 外邦的 将军 都比你们 有信心 所以呢 你可以想到 外邦的将军 最有权势的 到外邦最弱势的寡妇 都需要神的话 那从将军 到弱势的寡妇 当中的 我们说 各行各业 各种人士 不管是中产阶级也好 不管是小康的 或者是任何人 他们 其实 每一个人 都需要神 那当耶稣这样子 指责 或者是 提醒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 非常 非常的生气了 所以 有的时候 同工弟兄姐妹们 我们有一个 谦卑 顺服的心 愿意虚心的人 成为一个 有福的人 不要以为 我们已经有 有的时候 自以为有 而在神的面前 自满的时候 也就 在你自以为 有的时候 就像法利山人一样 就停在那里了 再也没有办法 再装进任何神的 祝福启示跟恩典了 那 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 他们听不进去 所以 有一些人 你会发现 他们很骄傲 很自大 很自尊 他们 满足于自己 已经存在的 那个社会地位 或者是 教会的 一个属灵的地位 或者是 什么样的情况 我不管 这些人 自以为是白领 自以为是 高尚的 但是呢 当人家 要把更好的事 告诉他们的时候 劝诫他们的时候 他们呢 听不进去 听不进去 没有办法听 劝告 也听不到 不愿意承认 比自己更好的 这一些真理 所以呢 这是很可惜的 一件事情 结果 耶稣基督所要报告的 是一个好消息 我们再回过头去看 第十八节那里 一直到十九节 耶稣所讲的话 都是对他们好的 耶稣所要给他们的 是好消息 他说 神的灵在我身上 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求的人 拆解我报告 被掳的德施法 瞎眼的德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德之友 报告神 悦纳人的信念 这不就是我们最需要的吗 这不就是我们最渴慕的吗 但是为什么 有时候我们因着 人的眼光短浅 然后呢 因着我们的骄傲制度 我们没有办法 谦卑下来 领受神的坏 反倒拒绝了 那临到我们的恩言 临到我们的好消息 临到我们的福音呢 所以呢 当耶稣基督 讲解这一段的时候 他们呢 怒气满胸 二十九节呢 就起来 碾他出城去 而这个城照在山上 把耶稣带到了 山顶上的悬崖 就在那个地方 甚至要把耶稣给推下去 为什么要把耶稣推下去 因为有时候啊 人拒绝一个人呢 拒绝到了一个最强烈的 最严重的一个拒绝呢 就是要把对方置之于死地 因为呢 弄个你死我活 只要你活着 只要你在 有你就没有我 有我就没有你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就让我们看见 他们的心啊 拒绝耶稣基督 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的 这个极端的一个地步了 那就在那个千军一法的时候 耶稣 神给他有树林了一个 很大的权柄 他却从他们的当中呢 直指的 没有用暴力反抗 他就直指的从他们当中 行过去 没有一个人奈何得了他 所以事实上 神是有任何的权柄 只是他用慈爱怜悯 对待我们 他能够直指的 从他们当中走出来 事实上 他也可以把所有人都推倒 甚至把所有人 你要把我丢到悬崖 我把你们都丢到悬崖下 都可以 但是耶稣 没有这么做 那因为 耶稣存着怜悯 还给他们有 以后的机会 悔改的机会 好 所以第一个 我们看到 耶稣传道 耶稣传福音 今天重点 我们不只是来看 耶稣怎么传福音 反过来同工 弟兄姐妹们 我也要提醒各位 你听见了神的道吗 你听见了神的福音吗 你听见神 所要给你的好消息吗 你听到你的心 看你去了吗 你心悦成福的 接受了吗 顺服了吗 听神的道 要听到你的心坎里去 而不是 左耳静 右耳出 就像耳边风 有人听到 他是在微觉 谁讲的好 谁讲的不好 有人在听到的时候 他是心里存着嫉妒 有人听得到的时候 他的心里面 存着许多暗中较劲 有人听到的时候 他的心里面 是存着许多出风头的念头 有人听到的时候 心里是蛮有许多的不服气 觉得神为什么给你那么好的口才 神为什么给你那么好的知识 神为什么让你讲到的时候 那么多人喜欢听 而我来分享的时候 没有人太在意 所以有很多人在听这些道的时候 他们在想别的事 他们没有想到 到底神要给我什么 要给我什么样的提醒 要给我什么样的光照 给我什么样的祝福 很多的时候 人的罪信会拦住神的道 进到我们的心里去 同工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不单单讲道 我们要学习好好来听道 如果没有一个顺服的心敞开的灵 我们只想讲 不想听 那别人的服事 就对我们一定祝福都没有 神透过其他的 要来成为我们祝福的时候 反倒我们的内心里面 会有种很强烈的抵挡 很强烈的抵抗 这些都让我们成为一个 福音的失落者 这些都成为一个 我们领受神祝福的一个拦住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第31节 这边讲到 耶稣下到甲白龙 就是在加利利的一座城 然后在安息日 教训众人 他们很稀奇 耶稣的教训 因为他的话里面 带有权柄 耶稣的权柄 是什么权柄 当然我们 现代的人 我们可以回过头去说 他是 神的儿子嘛 当然有属灵的天国的权柄 但是 当时呢 他们说 耶稣有一个权柄 他讲话 不像他们的文士在讲 重点就是什么 因为文士 祭司他们所讲的是 Logos 就是他们只是分析 教导 然后呢 陪伴着 这些会众 来了解而已 但是耶稣基督讲的时候 他不是站在这个位置 他讲的话 他是在用这个道 他不是研究这个道 他直接把这个道就用出来 因为他就是生命之道 他讲的话 就是生命的梁 他讲的话 就是一个神的秘密 律律 典章 他的话语 一出来 神的道就定准在那个地方 所以呢 当然这个权柄是不一样的 研究神的话 很多的时候 他自己还没有那么肯定 还没有那么坚定 但是呢 耶稣自己讲出来的话 就是道 所以当他讲的时候啊 他的话语力是那么样的真实 那么样的具体 那么样的实在 不再需要我们去思想 他就直接告诉你 你只要听 只要理解 只要顺服 只要领受 那个道 在当下就成为 你生命当中的指引 这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权柄 然后在会堂里呢 我们看到他说 有一个人被误鬼的精器 也就是邪灵来附着 然后大声的喊叫说 纳撒勒的耶稣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你来灭我们吗 我知道 你乃是 你是谁 乃是神的圣者 在雅各苏那个地方 也拿二章十九节 那边也有讲到 那个 那个鬼呢 他是认得耶稣的 但是你认得耶稣 并不见得会得救 认得还要接受 还要接纳 还要顺服 让神成为你的主 有的人是认得主 但是呢 却是抵挡神的 是拒绝神的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 要认得神 而且呢 还要相信神 还要顺服神 要接纳神 不要与神有所抵触 所以有很多的人呢 你说耶稣 他也知道 他从小在教会长大 但是他是怎么样知道神 他是顺服吗 还是他知道 当作不知道 或者是他明白神的道 知法来犯法呢 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知道 而信而顺服 我们就是得救的人 但是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却 摆明着跟神对着干 那出卖主 就像犹大 他知道主 但是他出卖主 他就变成魔鬼撒旦的 普遗了 他就成为一个 抵挡神的恶者 所以是灭亡之子 所以知道神 没有什么了不起 你还要相信 你所知道的主 而且要建立跟他 有一个生命的关系 是顺服的关系 而不是悖逆的关系 或者拒绝的关系 否定的关系 不信的关系 所以呢 圣经在雅各书2319节那边讲到 鬼魔也相信啊 鬼魔也知道神啊 但是呢 他心里面却是胆战 斩尽而害怕的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他跟神的关系有问题 而这个关系导致将来 抵挡神最后要被审判 不能与神永远同战 要与神隔绝 被放到地狱里去 而在地狱里有最严厉的审判 所以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是恐惧 害怕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邪灵附在这个乌鬼 附在这个人的身上呢 就产生啊 他们对主来 这个叫嚣的时候 他所讲出来的这话语当中啊 是存着对立的 存着恐惧跟害怕的 存着一种挑战的味道 好 那三十五节这边讲到 耶稣呢 就责备他说 不要作真 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鬼就把那个人摔倒 在众人当中 然后有了一阵挣扎之后 就鬼就出来了 离开了 而且不再伤害那个人 也没有害到那个人 那 众人都很惊讶说 哇 这是什么道理 连乌鬼 连灵界的 这些灵体 都顺服 都降服在他的权柄跟能力之下 所以就耶稣的名声就开始传 传遍了很多地方 他们就说 哇 这个人讲到非常的特别 然后甚至呢 还能够展现灵界里面的权威 好 那事实上 在上个礼拜 我们的教会 也发生了一个事情 有一个 国小的 小女生呢 她放学 母亲去接她的时候 她一上车 两眼失神 而且呢 开始整个人 浑身 发抖 然后呢 身体冰凉 眼泪一直流 然后呢 眼看着就昏 昏睡过去了 在台湾我们说 这个叫做 种邪啊 就是说 有邪灵 来捆绑 来搅扰 所以有很多人 很多父母亲 没有姓祖的 他们抱着小孩 去收金 到庙里面 去找人做法 那 事实上 收金呢 不但不能解决问题 还制造更大的问题 因为呢 是用中鬼 来赶小鬼 然后将来呢 中鬼还会附在人的身上 将来还要大鬼 来赶中鬼 所以 大鬼呢 一旦 赶走了中鬼以后 那 你要陷入更大的 捆绑里面 所以这个呢 是万劫不复的 一个做法 但是 我们相信神的时候 祂是灵界里面的 最高 祂是创造物质界 跟灵界 一切的主宰 当耶稣基督 释放你的时候 你不需要再找 比耶稣基督 更大的 更大的了 没有比祂更大 祂就是最高领导 所以最高领导 讲一句话 下面的 那这些小小官员 他们都要顺服 很多的时候啊 我们呢 就是一直在找下面的 这些不同的层级的人 好像一个皮球 踢过来踢过去 但是呢 最高领导 讲的话 才成为定准 耶稣基督 就是灵界里面的 最高的领导 好 那所以呢 耶稣由这个权柄 来赶足物贵 而灵界里面的 他们也都了解 都认识 耶稣基督 乃是 整个宇宙当中 最大的那一位 好 那38节来看到 耶稣基督 的一病 好 那讲到这里呢 我稍微停一下 我要提醒 同工弟兄姐妹们 今天 灵界里面 属灵的争战还存在 黑暗的权势 更猛烈 比2000年前 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 在幕后的时代 那个大米火 污鬼 邪灵 他们所的工作 更是日以继夜 在加班 因为福音要遍传 耶稣基督要再来 魔鬼小弹 也在做垂死的 最后的 一个没命的一种挣扎 所以呢 他们会无所不用其极的 用各种方式 混到教会里面来 或者是 用各种的试探 引用 到在各个生活的层面里面来 来搅扰 来捆绑人 来试探人 来影响人 他会用各种的形态 各种的形态 这是有的 所以呢 我要求神帮助 让每一个同工弟兄姐妹们 有这样子的警觉性 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 不见得比当时的那个时代 更先进 更文明 或者更进步 更干净 反倒是更污染 更严重 更多的问题 所以当年 耶稣基督 他用属灵的权柄 来赶足污鬼协力 今天我们的教会 也需要这样子的教导 我们的追求 我们的服事里面 也不能少了这一环 我们要常常 经得起属灵的挑战 要能够扛得起属灵的征战 能够靠主 能够得胜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接下来第38节 耶稣出了会堂 就是进了西门 彼得的家 彼得的岳母呢 那时候发高烧 他说害了热病 很严重 那有人就来告诉耶稣 为他求耶稣 然后耶稣就站起来 站在他的旁边 就斥着那个 发高烧的那个热病 热病就退了 然后他就起来 立刻服侍他们 所以生病的人 他没有办法做事 很软弱 但是病得了医治 能够证明他真的好了 就是他可以起来 恢复正常 还可以分享 神给他真的有能力 可以承担一些的服事 那我们来想一下 发高烧有可能 有几种可能 一个是 可能你的身体发炎 会导致发烧 那为什么会发炎 有另外一个可能 是有病毒的入侵 好像感冒流感的 这个病毒 那还有呢 就是说 身体 身体没问题 可能是灵界的干扰 嚼扰 黑暗的权势 也会叫人生病 但是呢 病毒也是有人创造的 病毒也是神的创造之一 所以耶稣基督 他是一切的王 他吩咐的时候 那个病毒都要听他的话 癌症细胞都要听他的话 所以今天如果耶稣基督 他吩咐的时候 癌细胞就要萎缩 病毒呢 他就要消失 病毒就要脱离人的身体 然后呢 如果是灵界的 嚼导 黑暗的权势也会退去的 所以呢 你不要以为 好像属灵的事 只能对属灵的层面有影响 它其实是对科学 对生理 对物的各个层面 都能够产生作用 所以呢 不论是身体发炎 耶稣可以叫他消炎 病毒的入侵 耶稣可以消毒 然后呢 若是灵界的嚼扰 神也可以 来感受那个物贵 血淋来洁净人的灵性 所以身体心灵 身体心灵多得到洁净以后 热就退了 我很小的时候 大概在七八岁的时候 有一个主日的生物 那时候我发高的时候 头很痛 然后喉咙 撒痒 然后呢 发炎 然后鼻塞 不能呼吸 然后肺部好像肿起来 那整个人 咪咪咕咕当中 没有办法去参加聚会 那因为我是牧师的儿子 我住在教堂的楼上 当楼下开始主日 崇拜唱诗歌 然后在祷告的时候 我的心里就想 我要去聚会 但是我现在感冒 爸爸妈妈叫我 在这里躺着休息 我就站起来 我觉得很无聊 就在那个时候呢 我就想 好啊 那我未来 我来为自己祷告好了 我就把手啊 放在我的头顶 我的额头上 我就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叫我得一致 很奇妙 那是我这一生当中 第一次经历神的能力 真的会灌入人的人体 就在我讲完那句话以后 我开始感觉很奇妙 头顶开始清凉起来 然后开始吓到 我的那个鼻子的时候 头的热就消失了 头痛也消失了 那从鼻子再往下降的时候 鼻子就马上通了 不再鼻塞 那吓到喉咙的时候 喉咙的痛就不见了 发炎的感觉就消失了 再吓到肺部的时候 那个肺竟然轻省起来 不再气喘而可以呼吸了 然后再吓到整个腹部 腰部腿部 我就感觉到整个热 从我的身上 从脚底完全的退起了 然后我就站起来 我说 我可以呼吸了 哎呀 我很轻省 然后感觉到 无比的清新 无比的畅快 无比的轻松 然后我就赶快跑跑跑 从楼上跑下去 我说我要参加聚会 我妈妈说 你生病了 你上去 我跟我妈妈说 耶稣遗致我了 我已经完全好了 然后她就摸摸我的额头 她说 对 完全退烧了 那这是我这一生 永远都不能忘记 神 真的是会遗致人 神真的是挺祷告 即便我那个时候 才五六七岁而已 但是 只要有像孩子一般 单纯的信心 神会听的 不是我 有一併的能力跟恩赐 但是 神垂听了一个小孩子的祷告 他把他的大能 他亲自按手在我的身上 让我经历 那个病得医治的神经 后来在我的服事过程当中 又好几次为人祷告 不管是膝盖 坏掉的 也能够站立起来行走 那或者是身上有肿瘤的 因为信主 约书基督以后 绝肢瘤消失 人病得医治 这些都有 所以很奇妙 很奇妙 好 那我们来看 第四十节 这边讲到日落的时候 为什么是日落的时候 因为安息日的时候 照规定是不能出远门的 是不能行走的 所以很多人听到这个好消息 但是因为在各处各方守安息日 所以他们都按兵不动 直到日落 就是礼拜五的日落 是安息日开始 礼拜六的日落 是安息日的结束 太阳一下山 每个人都冲出来 哇 在这个日落的时候 安息日一结束 凡有病的 不论害什么病 都带到耶稣的面前 大家真心恐慌的 要来面对主 要来寻求神 耶稣就按照秩序 按守在他们个人的 每一个个人的身上 然后呢 有好些的邪灵 从那些人的身上出来 然后喊着说 你是神的儿子 耶稣 赐着他们 不许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知道 祂是神的首高者 耶稣基督 所以你可以看到 耶稣一病 耶稣赶鬼 耶稣讲道 所以用祂所行的神迹 来证明祂所传得到 是真的 祂就是那一位神的灵 降在身上的弥赛亚 也是神所高利的 耶稣基督就是主 那42节 这边让我们看到 天亮的时候 耶稣走出来 走向谎言去 那我先暂时停在这里 我要鼓励 同工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听神的道 要听到我们的心 听到我们的灵里面 如果只是耳朵听 而心没有灵受 就像法利三人一样 学了外表 学了这些律力典章 但是却没有一个悔改的灵 与我们所领受的恩 相称 好 这是错的 我要很诚恳的 呼吁 我们要把神的道 听到我们的心里去 也要把讲道的这一位 耶稣基督 放在我们的灵里面 与我们的主 面对面 与主同行 与主同活 这样才会有真实的永生 跟救恩 然后呢 很多的时候 我们被物贵 协力做困绑 我们的心烦躁不安 我们还自以为 我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 其实我要提醒 有的时候 所有灵界的 嚼入跟困绑 我们需要来到的神面前 求神的灵光照 若是有这一方面的软弱 教会的同工 长老 牧者 传道 要有这个责任 要起来守望 那么驱赶 所有一切的恶魔 驱赶 所有一切黑暗的权势 不鬼险灵 在同工 在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亲人身上 所有一切的 骄扰 捆绑 跟伤害 教人可以真的 在灵里面得释放 这样子教会 才能够 让神的灵 自由之下的运行 让所有人得释放 才能够以自由的身份 来服侍 来荣耀 来建成 要不然的话 我们一方面服侍 一方面魔鬼上弹 在设很多的障碍 而且我们一方面在建立 魔鬼上弹 在黑暗的角落 一方面来拆毁 透过人的罪性 透过人的软弱 另外 如果我们的身体里面 有一些软弱 有一些疾病 当然我们可以看医生 但是有时候 连医生都束手无策的时候 我们要转向神 我们要寻求神 或者在接受医治治疗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 每一个脚步 都来仰望神的恩典 哪怕是透过医疗的手段 跟过程 那也是神的一个祝福 所以 我要鼓励同工 你听 你 听这一篇的信息 你 你受神的道了吗 你得释放了吗 你得自由了吗 你得医治 你得权益的吗 如果还没有 这是一个机会 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来呼召 来祝福 来祈求 来祷告 求神今天帮助你 把神的道 放在我们内心 心坎的身处 能够得到神的道 今天如果有黑暗的权势 来嚼召你 来困帮你 来伤害你 我也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来斥责那个黑暗的权势 魔鬼神 要彻底的离开 彻底的离开神的儿女 让神的灵 让神的道 可以完全的来接近我们 让我们得释放的自由 如果我们身体里面 还有什么样的软弱 还有什么样的疾病 我们也可以来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得到完全的医治 只要你有信心 耶稣基督要亲自 按手在你的身上 帮助你 帮助你 要释放你 要医治你 让你得完全的权力 让你的经历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所要带来的能力与权柄 感谢主 赞美主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在天亮的时候 数十二节 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去 虽然耶稣的福士 非常的辛苦忙碌 但是他并没有满足于 活在群众当中 他要退出来 并不是说 耶稣要找一个 没有人干扰的地方 睡觉 休息 自己尽一尽 不是 因为他要把时间分别出来 分别出来 亲近他的父神 所以耶稣设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就是我们同工弟兄姐妹 不论你多么忙碌 你永远不要死在忙碌当中 你的心 你的灵 要一个刻目 要分别为神 有一段时间来亲近你的父神 这是你的优先次序 很多的时候 我们为了满足会种 为了满足事工 而失去了这个灵里面的 一个与神之间的相交的时候 久而久之 我们会烦躁不安 我们的灵里面会耗尽 会耗瘦 我们的灵里面会 开始感觉到空洞 开始感觉不够用了 所以我们要活水拥有 我们就先要 亲近那活水的泉源 我们要有 愿意独处的事情 来分别 来尊重 来尊崇我们的神 来个人敬拜 领受神在你身上的恩典 祝福 教导与恩告 之后 你才能够心有余力 来分享 如果你不听见神 不领受神 你所分享的 只不过是靠着你的智慧 才干口才能力 那些很快 很快就会涌进 所以耶稣在那个地方 然后众人找到他 要强留他 哎呀 祖安 你留在我们这里 我们就万无一失了 你跟我们同在就好了 人都是很自私的 想要找到的好东西 就据为己有 但是耶稣对他们说 我不单单传福音给你 我也要在别的地方传神的国 而且呢 我奉差是为此 神的国是遍布全地 神的道是要给全人来的 所以我奉差是为此 我不是只是满足于 这眼前的这些会众 所以我们常常服事的时候 我们不能忘记 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 而这个呼召呢 包含呼召的对象 呼召的职份 神给你的职份 或者神给你呼召 服事的范围 这是神给你的一个托付 那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 应观众要求 应会众要求 而做这个而做那个 但是不要忘记 如果那是出于人 而不是出于神的 我们很多时候 要在神的面前 还要再调整一下 能够合神的心意才对 而不是满足人的私欲 注意 我们服事神 要合神的心意 而不是满足人的私欲 当时很多人用人的私欲 要来挽留耶稣 但是耶稣说 我这边做完了 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去 因为我知道 神所给我的范围在哪里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 最后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第14章 第12节到第14节 在现今的世代 2000年以前 耶稣所留下的榜样 对我们现今的基督徒传道人 有什么样的影响跟作用呢 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 这边讲到 耶稣说 我赐给 不是 这边 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第14章 12节到第14节 这边讲到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所以今天我们 是领受了这个应许跟托付 耶稣当时 做第一个 踏出来的一个榜样 到今天我们也要做 并且要做 比这更大的事 事实上 我们不可能超越耶稣 但是比这更大的事 指的是什么 神要踏我们到更广阔的范围里面去 接触到更多的人 所以更宽 更广的服事 叫做比这更大的事 所以今天 福音片传 当时耶稣只有在加利利 在以色列那个地区 但是今天我们跨越到 全世界各处各地 去服事 所以这是神的一个托付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叫父因儿子的荣耀 你们若奉我的名 求什么 我必成就 所以这个是耶稣的一个提醒 吩咐猜 也是耶稣去做的应许 然后在 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 这边耶稣再讲一次 他说 你们若向父求什么 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 求什么 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 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到那日 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 所以这是耶稣基督 所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那我们今天 也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来服事 来传道 来医病 来感规 来侍奉 这就是耶稣所给我们的一个 很重要的提醒 跟祝福 然后呢 所以我们在看 菲利比书四章十三节 保罗在这个地方 他说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事实上 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软弱 有很多的需要 我们也知道 我们自己有很多的缺点 但是保罗说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谁是呢 加给我们力量的呢 在《使徒行传》的 一章八节 这边讲到 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就可以得到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体和撒玛利亚 指导地基 做我的见证 这边讲到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就不会得到能力 保罗说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做 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今天要鼓励 我们听了神的道 我们要领受进来 我们要有一个 得意志得释放的盼望 跟经历 同时 今天我们也领受这个指纷 不单单 耶稣基督坐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还要坐在 别人的身上 因为神给我们 有这个劝柄 奉耶稣基督的名 向父求什么 父兵 必因耶稣基督的名 为我们成就 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 我们要有信心 凡事都能做 而我们的力量 就是从圣灵降临 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必定要得到 这一份的权柄跟能力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在天上的福神 在2018年的开始 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 我们要定睛在 耶稣基督的身上 求主教导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 学习耶稣的样式 让我们效法中 来侍奉 来服侍 来荣耀 来掌显 神的同在 祷告 奉靠主 耶稣基督的生命 感谢主 奉靠主 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为神祝福 优优独的生命